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还串着珠子呢?用气 这种锻炼方法比较麻烦 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 那么后来我把它通俗了 通过锻炼这几十年我体验到了 那么应该是九个关节 那么九个关节怎么练呢? 这个跆拳论说的很好 骑跟在脚 行一手指 那么吴渡南大师他行如呢 一棵树 脚是根 树印是手 树印 我们看他树印啊 没有风筝不动 如果你去突一树印 你推不动 你绝对趴下 他没有重量 他也不负重 他很被动 所以跟在脚 行一手指 那么有人又要问了 这个四句话 你为什么说两句 应该这么说 骑跟在脚 发于腿 主宰于腰 行一手指 因为这个全论呢 杨家老普提 提到了 武士太阳的吴玉湘也提到了 可是我呢 修的时间短 三四十年 对着主宰于腰还不明白 我从来不说主宰于腰 因为在这个 面拳和推手过程当中啊 老前面老说 藏中 藏中的解释就是 把腰藏起来 也就是把重心藏起来 可是你要是 主宰于腰呢 腰就暴露出来了 还有的全呢 提到 这个 腰带手腰带脚 这对不对呢 人家提这个问题就是对的 但是我不懂 我不是念这个腰带手脚 这个我是念五十拳的 所以这个呢 我也不能够解释 我不懂呢 我不能装懂瞎解释 那么根据我的体会 腰是空的 因为杨云云云老爷子 在向我传权的时候啊 我问 我这腰 杨云云老爷子 一般的讲道理 主要让你听见 他坐这个太子椅上 往前操的 听着 就让我听腰 一摸那腰是个大空 大空洞 杨弄那腰是这样的 一个大空洞 散出去 让你空的 阴动 是一个很 很小的 一个空 一个土的样 空的 所以现在呢 根据 太医全顿的解释 我解释一下 怎么样 松九大关节 第一 齐根在脚 脚 我们走路 坐着 平时坐着 走路 把脚放在地下 不要踩地 像我们走路吧 这脚踩着地呢 他不是 这个呢 把脚 放在地下 很从容的走路 这就是松脚 松脚的同时 也很重要 把脚 脚趾都松开 把脚上的 这几个关节 松开 像我们手吧 十四个小关节 都要松开 脚的小关节 也要松开 这是脚 松脚 松脚趾 你都松了以后 你看我坐着 这么做 这个 环子骨 也就是脚踝 脚腕子 竟然越胀 一越让 上着 通了 通了松漆 这个漆盖呢 你一松 它又往上去的感觉 这就三个关节 松来了 来 松胯 松脚 松怀 松漆 松胯呢 这叫当开一线 我们这有一个 我们管子叫跨尖 就出了这块 骨骨头 一死往外 下去 往外 下去 就可以了 这是下边的四个关节 中间腰要空 下面说 肩 肘 万手 这肩呢 通常的说法 书上的说法 一百年太极拳 说什么 晨间坠肘 我们刚才也说了 你练太极拳 不是得到点神度 是扔到点东西 尽量少用意 那么你要晨间 就有点主动了 所以要自然松肩 自然垂肘 不是坠肘 不是往下坠 自然松肩 自然垂肘 手心 手背 松开 手的小关节都要松开 松开 腕子自然松开了 我教权 向学生传授的时候 就是 这个前的要松 前的呀 松开 我叫空 松开 腕子松开 也叫空 手掌 手背 手心 空 只要空 空到什么程度 这个小关节啊 你要 你要钻上这小关节 捏上小关节 小关节是空的 不在一起 所以这关节 关节要松 也就是要空 节节贯穿 不是空完就完了 一节节贯穿 所以这个呢 九大关节呢 我们说到这儿 我们现在给做一个示范 大家就能明白了 他为什么要松 开拳拳这个内功啊 是表现在里边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里边的动 我现在手没动 这关节在松了 松 现在呢 呃 做一个 呃 虚音在中 呃 大家看一看 现在 他拿俩手 攥着我的胳膊 好 攥着 攥着腕子 好 他攥腕子 使劲 攥上了 我呢 就受他牵制了 他要怎么着怎么着 可我按开拳的原则呢 我松脚 松怀 松脊 松脚 松脚 松腰 空腰 松肩 腿肘 自然松肩 栽着 攥上了吗 攥不住 他没攥住 我要怎么动 他没办 我怎么动都行 如果说攥住了 我跟他 那我 我听他的了 你攥我 你看 我听他的了 是吧 这个呢 这就对内功的反应 那人看不见 但可以听见 可以试 你平时走路 练拳 把肘 放在地下 不管你这手怎么 怎么伸 这肘尖都这样 你看 我的手什么样 肘尖不变 肘尖放在地下 尖放在地下 你要坐十层楼 你在十层楼上 尖放在一层 肘尖放在一层 练拳的时候啊 就数年对手 啊 松肩 垂走 松肩垂走 你老想着 松肩垂走 天长日久 你就自然松在了 那么很多朋友 来访问我的时候啊 就问我 他自己说 我很松啊 在我们的城市 我松肩松的好 其实他不明白 九大关节 松腰很困难 松肩呢 更困难 肩是最后能达到松 九大关节 你松了八个关节了 肩是最后松 松不了 那么来我这个朋友 我就检验他们了 有的很壮 个儿挺高 肩门很宽 他说我觉得我这肩松得很好 我说你的肩呢 不是松得好 是灵活 肩是灵活 他说我练拳 你让我多松啊 我说你是灵活 不是真正松 是假松 他们不明白了 向我请教 那么我就刚刚 你来 肩很灵活 但他不能松 假松 你要检验一个朋友 他肩松不松 这么检验 你这么直的往上端 他站不住了 站好了 脱了啊 他越好好站 越使劲 越使劲 越站不住 来 你脱我 我手没有这 我肩还能动 但他端不动 端不动 他端不动 端动吗 端不动 他端不动 来 再来一个 往前端 他端不动 你看这实际 越实际就端不动 为什么 他力太大了 胎拳呢 不用力 胎拳的特性 用意不用力 来 好 换个方法 看啊 他们俩端我的肩 端起来 我要有力 我就起来了 他们俩都端起来 他们俩也有200多斤 300斤 使劲 有多大斤 使多大斤 端不起来 端不起来 你们看我手啊 再端 你看我的手 我的肩 我的手 我的表情 我要一点力都不用 端不动 端不动 为什么肩那么难 咱们大家想一想啊 这小孩出生到成长 小孩一出生 他就这么动 等到随着年龄增长 他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吃东西啊 运动啊 保卫自己啊 怕别人起来啊 他长力气了 兼 扛东西 兼扛东西 兼用什么东西 用的最多 是他最难松 说到松 我们台湾的松 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的企业家 呃 公务人员 各个岗外人 包括学生 研究人员 他们呢 对着松的修炼不够 压力太大 老师压力太大 那么你为什么不练了中国的松工呢 我们台湾的松工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企业家 他经营很困难 让他可以找台积拳 真正的台积拳 呃 老师 来研究这个松工 你练了松工以后 你就减少压力 你的企业会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太极拳 是文化 应该是文化人 现在练太极拳有两类 两类人 两种人 一种叫肢体太极拳家 或者肢体太极拳 习练者 肢体太极老师 还有一种什么呢 心脑太极拳研究者 研究心脑 它是一种心灵 和头脑的活动 因为太极拳 说的再简单一点 从人人体 生命科学来说 它是中枢神经活动 我最早认识它 认为是高级神经活动 为什么 有时候你看我们 有时候在轻劲啊 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会叫蹦 它不是主动蹦的 它是什么 神经的作用 多着这口气下去 它就不蹦了 它来推我来了 我现在就不理它 不要理它 你看 它不是装的 也不是假的 它神经啊 一收神经 它那气吸着呢 它要把这气舒展了 它必须活动 蹦 蹦完了 气停了 它不蹦了 你看 它推广 你看没有 你看 没有 没有呢 我们太拳呢 讲拿对方的根 它没有根了 哎 你看 那么一百多斤 一个人呢 要想把一个人打出去 是很困难的 杨洋亭老师怎么说的 他说呀 打人容易 摔人难 就打人容易 快 打一下是容易 把它摔倒了 很难的 摔人容易 拿人难 什么叫拿 给它拿起来 就是王卫生说呀 拿得起 放得下 他经常说这句话 所以拿得起 就把它根拔了 你看 来 来 拿去 你看 如果你这么打它 它站得很稳 打不动 怎么办呢 来 拿起来才能打 这叫 拿得起 放得下 就跟你的手套 你摘了 扔到桌子上了 拿起来了 放下了 这就是神经作用 它蹦是神经蹦 它现在扶着我这儿呢 这是一个利点 我不理它 我打它这个利点 你看 抬拳 七根在脚 行一手指 那么脚怎么样把握呢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是学习者 出学者 还是资深的全家 那个出学者 男人不说 他一点点学 你要出 你要资深的人 你十年二年 没找到太监的感觉 这个人很多 我走的全国 很多地方 有的很小有名气了 但他没有太监的感觉 怎么办呢 我的脚平松落地 平面行不行啊 还有个办法 后面有个草地 我站在草地上 因为啊 全国各地 农村 都有草地 你看 很松软 你要练太拳 练着脚 七根在脚 你一定站 站在草地上 不允许踩地 踩地不允许 是什么呢 把脚放在草地 你这个脚在草地的感觉 就有点 飘飘欲仙的感觉 你这个感觉练拳 练几年 你的功夫都出来了 你来回走一走 你感觉 你什么感觉 啊 你看在这个草地走到 感觉 就是飘飘然 飘飘欲仙 你把这个感觉留住 你站在地上练前的时候 也这个感觉 就对了 他站在地 我问 没感觉 他没感觉 请你上草地 好 他脚 须须地站在草地 我再一问 你看 我飘起来了 这是个重要条件 当然这是借助于外部的一个条件 将于你把这个感觉留住了 你天天练拳 就在草地上练 就在地毯上练 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那 我不舒服了 脚 平松落地 不要踩地 松脚趾 松脚 松怀 松膝松跨 松肩垂肘 斩指输腕 通腰 这个结果就是 缩了九大关节 我一问 我问我就起来 我问我就起来 他接我 他完了 他接我 他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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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我问他